大家好 趁着新精口 不如我做一个自己的回顾 其实我在上世纪90年代 一直有和自己人生做记录 我在191、192年 已经有第一部手提摄录机 好像是途中最大的一部 但当时已经是全世界最小 这么多年来 我都有换机 途中的四部 所以这么多年来 我们的生活都有记录 我最后一部手提摄录机就是这部 都没有用两三年 现在不用用这些东西 现在一部手提摄录机 我们当年真的要背着彈牙龟 周围去 在20、30年来 因为随着科技的进步 我就很忙 因为很多录影都是在录影带上 所以就要将它转来转去 由带转到碟 然后我最近就由碟转到一个 叫做Portable Hard Dish 现在我就忙于做这些东西 所以在未来的日子 我都会放很多我们以前去旅行的录影带 即是20、30年前那些 就作为基点 我们自己放在这里 希望你不会闷到你们 我在寻找的过程之中 我就发现了一些很有趣的事 或者大家看看 其实在这个录像里面 我和我老婆都在 我老婆看到 喂 欣敏我 好了 上来好吗 反正是迫章为文 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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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可笑 刺激啊 画修画 看不到啊 又不教人 很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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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刺激 玩不容易的女友 拿一些照片出来给人看 那些人是没看过 那些小街市最病 就要见人会吃 很多都买成几盒 真的 有机会一定要多次玩 真的好玩啊 见人会写 讲不完的女友真乐趣 哈哈哈哈 大家可以学习 哦 有机会 可静 特别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